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一个大胜利 莫名其妙 这个加州的州长 这么一个长着帅哥脸 但是实际上非常恶魔的一个人 Gavin Newsom 他怎么会在周五投票 否决了一个极左的一个法案呢 这个事感觉让人非常奇怪 很多人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兴奋 就觉得说 你看他在全国范围内 做各种竞选广告 他要选总统了 所以他一定会听另外一点 也就是说保守派人士的这些声音 如果大家要是反对的够强 那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比较正确的决定 因为他为了他这个政治层面去考虑 那我当然也希望这样可以成为他的考量之一 但是我们这个看了一下提案 就觉得说好像也不能高兴的太早 那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说 他否决的这个AB957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加州医院出来的AB957 是说比如说在监夺权争夺中的父母 大概就是因为这种离婚这种事 然后就是要分小孩吧 就是小孩到底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说如果呢 有一方他不确认孩子的性别认同 比如说这是女孩 然后这个这孩子非得说我是男孩 然后他妈就说不行啊 你就是女孩怎么能是男孩呢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判给妈妈 而且不仅不会判给他呢 还会要这个大人承担虐待儿童的法律责任 而且这个孩子也要从家里面带走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法案 纽森投票反对 让人感觉到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说 哎这样一个人 他突然他就在意家庭了吗 他突然他就是变成了一个family friendly 这样的一个去投票的方式了吗 在乎父母的权利了吗 在乎父母管教孩子权利了吗 在乎父母的选择权利了吗 对 因为这个法案 在很多我们看到那些 不管是telegram还是在上面 好像大家在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胜利 对 而且是对于这个非常正面哈 那当然啦 你如果要是从呃 比较这些外面的现象来看 好像的确是有胜利 为什么 因为其实呃 Gavin Newsom他作为加州的州长来讲 他对一个法案 他其实可以有三种选择的啊 那这个第一种选择呢 就是他签署啊 那参中两院都通过 我们现在讲就是参中两院都通过之后哈 那递到他桌上之后 他可以选择说我签署 他签署了之后呢 就代表是直接通过了 那还有第二种选择 就是他不签字 但是不签字呢 并不代表他不同意 不签字其实是代表他同意 也就是说呢 如果参中两院都通过了 法案递交到州长桌上了 州长如果选择不签字 那这个时候呢 立法院如果针对这个法案召开会议 那么这个法案在十天之内就会通过 如果立法院没开会 那么这个法案就会在二十天之内自动通过 也就是说如果他不签字 也是代表通过了 只不过是十天二十天 看立法院开不开会 这个到底快还是慢 这样的一个哈 那第三种不同意 不同意就是这回Gavin Newsom 他的这样一个选择 就是Vito 就是他州长提出否决 那如果呢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州长否决 不代表这个法案不会通过 如果州长否决之后 这参中两院说 这哪能行啊 都在各自投票 然后超过三分之二票数的话 那么法案也通过了 那么在三种选择里面 其实纽森如果要说 这个他想要支持 但他又不好意思 明面支持 他其实可以选择第二种做法了 就是说我不签字 你让他默默十天二十天 这样通过就好了 但是他选择了一种 就说我要Vito 我就是明确的表示反对 我不要让这个法案通过 那反对呢 并不代表纽森 他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也并不代表说 他真的在意了家长的权利 而是我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了 就是我觉得他是 极力的将自己的一个形象 塑造成一个维护法律 尊重法律的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这是他 其中的一点的考量 第二点的考量 就是他不想要 开一个法律上的先例 OK 因为他有出了一封信了 就是说他反对这个 那他给出来的反对理由 他写了一封信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个议案退回去了 我没有签字 他在里面讲到 他说我非常感激 作者能够提出这项法案 他的热情 还有价值观 他很感激 这样的价值观 然后他说 我与推动加州 跨性别者权益的承诺 深感共鸣 这儿的价值观呢 这儿的这个共鸣呢 我在这个担任公职 数十年之内 一直这样的价值观 都带领着我 做我所有的决策 那他后来讲到说 但是 他这有个但是 就是说他不同意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说 在这个行政 还有立法分支 在试图以规定性的术语 来制定司法分支 应用的法律标准时 要谨慎 所以他认为是说 这个行为不够谨慎 在他们立法里面 有一些词语 他认为 使用的并不是特别谨慎 然后当这些词语的标准 是关注到某一个特征的时候 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 说在加州 还有其他州 说有 如果当思想不同 也就是说他们是极左嘛 那如果要是有保守派的官员 一旦当选了之后 他就会利用这样的政策 也就是说 你们如果这个通过了 你之前有先例 那么最高法院 他很多时候判决 他是说 你因为之前的先例 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次是判明了 所以他就说 那你如果开了这样的先例的话 那之后保守派的人 也会用同样的事情 去立其他的 针对保守派 比较好的法案 所以他说 那为了避免 未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这个就不能通过 你们要回去 肯定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 你是把里面敏感性的语言给拿掉 或者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反对这个事情通过 他是反对说里面立法里面 你使用的一些语言 或者一些方式 他为了避免给以后保守派开先路 所以他就说这个东西我不能够签字 我不能够通过 其实在立法院这样的事情是常常发生的 那像Donald Trump 他也有做过很多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开了一个先例的之后 然后就被民主党拿来随便乱利用 例如像说他是第一个使用行政命令 来废除枪支的那个bomb stock 就是好像可以把一把AR-15 变成连发这样的东西 之后民主党就用这个方式 就是说我要进什么就进什么 然后我有这个权利 因为是总统开例的 所以说Donald Trump 创造了一个这个创始之后 他们就开始利用这样子的东西 来通过一系列他们想要通过的东西 所以说在立法的层面上 特别在行政院这个方面 他们目的就是想要我拥有所有的权利 然后其他的人不能用我的同样的方式 来去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说他的思量 他的考量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他的目的其实不是要保护家庭 不是要保护父母 不是要保护任何东西 只是要保护他跟他未来之后的权利 对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可以非常证明 比如说Gavin Nixon 他根本就没有悔改 他也不是说为了家长权利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在Veto了这个法案 是礼拜五发生的事情 紧接着后一天 礼拜六 他礼拜六还上班 他礼拜六的时候 他就一下连着签署了一堆 反对家庭的法案 那就像AB5号 礼拜六他签署通过了 那这个AB5号是讲什么呢 就说每一年要让七到十二年级公立学校 以及特许学校的老师 还有持证的雇员 进行一次LGBTQ的培训 那这个培训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帮助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者 酷儿 还有性别质疑 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是男还是女的 这样的学生 帮助他们 而且是 帮助 这个帮助一定要打引号 帮助他们 而且是 要看到他们说 这孩子是不是在家庭里面受到欺凌了 在社区里面缺乏帮助了 要去 关爱 这都得打引号 你说他们用这词用的 我都不知道咋报信了 关爱 帮助 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就是政府的眼睛了 说白了 就是要找到这些孩子 在社区里面 在学校里面有哪些这些孩子 是让这些亲自能跟孩子接触到的人 比如我看 Eaton 女孩 是吧 所以之后呢 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手段 对吧 他就说 那你看Eaton如果她是女孩的话 她在家庭里有没有受到特别的包容呢 她妈妈有没有说让她穿裙子去上学 没有 完了 家长在破坏孩子 把你就从家里面给撩走了 对吧 就给拿走了 所以呢 她是要让这个公立学校的工作的 公立学校还有特许学校的 Charter School 这个教职员工 去上这样的培训 上这样的培训 他一定是培训一些 就是什么样的孩子 他是LGBT的孩子 什么样的孩子是潜在的 什么样的孩子是被威胁的 什么样的孩子是被胁迫的 等等等等 就是这样的 那很多人呢 在公立学校里上班的 他其实说白了 他是要个体换完了 他是为了要口饭吃的 你说他知不知道这种东西是错的 他当然知道这种东西是错的 你也不需要说他是一个精徒 你也不需要他是一个保守派观念的人 不需要 其实是正常人 对吧 你都知道说 为什么让老师干这种事情 但是他们大概没有一个勇气 没有个胆量 所以他就把这种培训 一直往后推了 一直往后脱了 学校说 该培训了 哎呀不行了 我有事 他不愿意采下这种培训 哎拖拖拖拖拖拖 那纽森签的这个同学就说 不能拖了 我防止你这样的人 再继续拖拖拉拉下去 你必须 他给他设置了一个时间 你必须 去接受这样的培训 你必须去上这样的课 不然你这个饭碗 大概就不保了 这很奇怪就是 你看他这里面没有提到教师公会 对 他照着讲这些东西 你要逼着教职人员 要去做什么事情的话 一定是要通过教师公会才可以 但是 他这样是一个法律 教师公会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抗 你要什么样的人 要什么资格 没有 他就是说 你就是要去训练 那我觉得这回到刚刚那个法案 为什么他拒绝说什么 社工可以直接把小孩弄走 其实 这样子的确是违法的 就是我看你的小孩不爽 他现在想要就是 让这些 他培训 培训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就是要把那些小孩 让那些小孩知道 把这些老师都教育成 可以告诉那些小孩说 你可以来反抗你的父母 你要自愿的 这一切是你的自由 你要来脱离你的父母 来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说他们想要培训的是这个样子 以一个孩子的自由的口号 来彻底的瓦解家庭 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民主党人 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不是特别傻 他没有说特别明目张胆的说 我就是要立一个什么法律去违反 那当然也有了 只不过就是在他们这个方面 他们是更希望能够调动起这些小孩 就你们自愿自发的去做这些事情 而不是说法律强制要求什么 我觉得他们这种就更邪恶一些了 你如果要说法律强制了 大家还有个理由 就说你这法律强制 你如果孩子要是自己愿意 你怎么弄 你自己愿意的时候 你家长都不好说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太多变形孩子家长的例子 对吧 只要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里面 家长到时候慢慢他就妥协了 他自己都不反对了 没错 对 还有一个他在礼拜六签署过了的法案 就是AB223 这个就是未成年人可以要求法庭保密 他更改性别 还有性别认同这样的一个文件 也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 你要是想要去查 说这个人他曾经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说这事多奇怪 就是查是查不到的 他这个公共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是完全被封锁的 如果这个小孩 他不想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话 他可以要求法庭完全保密 然后没有人可以从里面查到任何的信息 那还有一个就是SB760 他这个要求说 公立学校必须至少拥有一间 给所有性别使用的卫生间 我估计这个法案出了之后 会去这样卫生间的 只有LGBQ的人 不小 我觉得啦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的话 我就是会只去女生的卫生间 因为我不希望在卫生间里看到男的 但是你知道 如果他要是强迫说学校 你必须有个这种什么包容的卫生间 那就是什么样的人都能进去 什么穿裙子的男的 什么女的 然后什么什么 各种东西都在里面 那如果正常人的话 当然是不想要看到这些人在厕所里 你说这样的做法 这民主党说包容 这不是歧视吗 因为你把人就分出来了 就你把一群奇怪的人 分到一个奇怪的厕所里面去 那很多男生会觉得就是 能跟女生一起上厕所还不错 或者怎样 那种人死变态才会进去 那还有一个就是SB857 那这个法案要求 说州政府要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 这特别工作组干嘛呢 就是帮助那些已经确定是LGBTQ的学生 帮助他们的需求 而且实施支持的政策 那这个就是跟之前的那个一起搭配使用了 就是跟AB5 就是说老师你先去确定谁是谁是谁 然后政府有个专门的部门 就是你确定说这孩子是LGBTQ 那孩子是LGBTQ 政府就说来我来帮助你 你有什么需求啊 对吧 我来支持你等等的 你要做变性吗 你要做干嘛吗 我给你掏钱呢 等等等等 所以他是有一个政府的部门去跟那些老师 受过训的老师一起去配合去做这样的事情 简单说他所有的政策 不管是政府 你现在看所有的这个政策 政治人物政策 都是要建立一个特权制度 他们就是希望这些人有特权 可以使用比一般的人还要多的一些社会资源 还有资金各方面的就是要来完成让他们开心 他们过得爽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加州所有的这些政策 你你为什么 为什么 赵美兴会一直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弱智的人 真的是弱智会自己被卖了 然后还一直投民主党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有特权 中国人选中国人 华人选华人 印尼人 没关系 他长得也是华人面孔 应该没关系 你们完全不知道他的各式各样的想法 然后你只是看到他种族而已 通常这个样子的这个决策就会导致没有必要的灾难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对于这个纽森去否决AB957号法案太高兴 因为一个是我们看到他的确是要破坏家庭 破坏保守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个人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拒绝并不是因为他听到了选民的声音 或者是我们反抗的声音 他拒绝是为了避免将来给保守派开路 说白了就是这个样子 他为了让民主党或者是极足的这种政策 可以一路横行一路畅通 所以他维托了这样一个法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纽森他其实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在加州 而是要放眼全国 在去年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打广告打到佛州去了 你就会觉得特别奇怪 对不对 一个加州州长 你再夸自己 你再怎么夸 你也在加州竞选 你买那个大广牌 你上那个佛州去干嘛 你难道竞选佛州的那个州长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计划 他要在全国 让全国的这种极左都知道他的政策 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参与总统的人选 那我们现在看到越离这个 初选的日期越近 你就会看到他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出来 而且是民主党对他的一个追捧 而且是拜登对他的一个抬举 那现在呢 拜登不断的让他出席全国乃至国际的会议去露脸去发言 比如呢 纽森 在这个礼拜 他就会在西米谷举行的共和党总统辩论中 他为拜登的连任竞选 发表讲话 那纽森呢 也在上个礼拜 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那这个礼拜呢 拜登的政府还任命了纽森担任发言人 与共和党的候选人进行辩论 而且呢 在11月30号晚上9点钟 在这预告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会想要看 在福克斯新闻台 上Henity的节目上面会有直播 那这个直播是谁呢 是纽森跟Rodis Santos 会有90分钟的debate 就是一个辩论 这两个人我觉得蛮有趣 一个是Rodis Santos 一个是纽森 我听完了之后我就想说 哎呀 我挺感兴趣 我打算要看 可是我们在办公室商量了一下 我们觉得Rodis Santos 不一定能说得过纽森 对吧 对 因为纽森真的就是 你跟他没办法用 他没有任何一个逻辑 你是可以那种的 不是左派人其实都这样的 有一些左派 就是他还是能够保持礼貌和尊重的 他是可以对话那种 但是像纽森这样的 还有很多极左 像什么纽森 AOC 对 就这样的人 他是没有一个正常人类的思维跟逻辑 对 你跟他讲菠萝 跟你讲苹果 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他对话 然后他讲的东西都很 都很简单 然后呢 但是骗一般的民众是非常简单的 对 我最记得他讲的就是说什么 我们发现最大的这个 homeless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那些人没有home没有家 那解决方法是什么 就是给那些人家 听起来很简单 而且他听起来很合理呢 对 但是事情就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真实情况比较复杂 对 真实情况就是那些人他不想要 那些 你看那外面 在那边常常在这些homeless 那些其实是他们的lifestyle 他们想要这个样子 他们想要去做这个样子 很多就是不想要工作 可是这种说出来 他就不好听 对 就是你又不是他 你怎么可以诋毁别人 你怎么可以拿别人的灾难 去开玩笑呢 你怎么可以说 他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知道很难理解 可是他们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 对 然后还有我听到一个最奇怪的 像说这个电费这个问题 OK 他一开始在那边推行 大家说 大家 我们要减能减碳 我们现在开始要装太阳能 OK 大家全部这个太阳能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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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现在他们出来又说什么 太阳能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只有有钱的人才可以去弄太阳能 然后我们减这些电费 都是有钱人的电费减 然后这个穷人还是要一直付电费 所以现在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这个方向 OK 大家 为了公平起见 那有钱的人呢 我们现在这个电费的方面呢 我们要以人的收入来定 你如果赚很多钱的话 就算你一点电都没有用 但是你还是要付电费 你要帮助那些人去付电费 然后穷人呢 你就不用付电费 那你一开始推崇别人去弄太阳能干什么 有钱的人好不容易装了个太阳能 然后不付电费了之后 他电费我都是自己弄我的 我自己generate的 那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付电费 就是一切很蠢的东西 他们都可以用更蠢的方式来去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讲 而且你知道什么 而且炒最大声的就是没什么钱的人 你想就是没钱的人 就是比有钱的人少多嘛 就是有钱的人是占少数的嘛 没钱人是占多数的嘛 那大家已经说 我可以薅羊毛啊 我不用出钱呢 他才不管对那个人公平不公平 你知道我说我不用出钱 好啊 我支持啊 我高兴啊 大家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其实左派的套路 就什么呢 就骗一般的老百姓够够的 你纽森 真的纽森只要抛出这种 很弱智的 很简单的这种东西 下面人就开始已经鼓掌了 共和党这边人 下面人根本就不想听 你就想说 那对那个有钱人不公平啊 对吧 如果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对每个人公平 你花了多少钱 你自己要付 那个人怎么怎么样 大家不想要听啊 我才不管你了 你还要我付钱 你看不到我现在有多穷啊 你看不到怎么怎么样啊 你就是个有钱人 你们共和党就是那个 有钱人的党派 他他不要听了 所以其实 这个跟左派辩论 好像右派一般 很难占上风 我就除非像Donald Trump这种人 你真的要把那东西搞成一个很简单很搞笑的一个常理 你才可以击退那样子无脑的一个说法 因为人都不想要脑 我相信有非常多我们观众认识的人 他们是这样觉得的 他们是支持非法隐蔽的 很多基督徒他们是觉得说 这个是在做好事啊 他们是 很多人是希望大家是可以有 UBI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大家是可以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多好 Own nothing and be happy 那说真的 穷人他就是会 你以为每一个穷人都像我们一样 我们穷 但是我们有骨气 我们有依靠神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绝大多数的穷人就是 诶 诶 老子可有今天啦 诶 我就是要抢你的 我抢你 革命不罪 造反有理 诶 每一个都是这个样子 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 慢慢的夺取个人财产 那慢慢的夺取 真的是人最基本的思考能力 那 Ron DeSantis 他可以在上面讲了非常非常多 很正确的大道理 很正确的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把 纽森的所有政策 说的真的是一文不值 就是你看你的加州搞成这个样子 你还敢跟我在那边那个 但是纽森可以说一堆句 WEN 我就是帮助穷人啊 你真的有在帮助穷人 你没有又怎样 但是我这个政策就是 为什么会没有这个 这个帮助穷人没有发生呢 就是你们这些共和党搞的 OK 没有你们这些共和党 我早就已经拯救 所有这个贫穷的人了 就是会有这个样子 这么愚蠢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这个辩论会 我们很想看 对 但是真的就是说 你捏把冷汗 你没办法跟没有脑的人辩论 对 你看就像Tucker Carlson 对吧 他也说过 他说他放弃了 我不要跟什么左派人讲话了 他说讲不了嘛 他说他原来是不是 他还这个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说好 我给你讲道理 对不对 你看这个事情本来是这样 结果你看他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 然后左派人就 然后就是 一加一就是等于五 对 就是你不管怎么看 就说反正一加一可以等于五 可以等于八 可以等于一百 他就是不等于二 所以你不管跟他讲什么 你都发现说就是 白费了浪费精力了 然后你费了很多口舌 也没有办法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留下这个时间哈 11月30号晚上9点钟 在福克斯行 怎么给他们做广告了 但是我是非常想去看 我觉得这应该是 蛮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要是愿意看的话 英文能力可以的话 估计你也可以看哈 那么我们看完说 这个纽森呢 他在这个全国 甚至还有联合国 对不对 那个左派一直推崇他 把他推崇到这样的位置上面 他现在也开始非常频繁的 上各种各样的媒体 他接受各种各样的 新闻频道的访问 而且呢 还有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这个礼拜天60分钟 在一个节目的对话上面 去接受这样的专访啊 那在节目里面 我发现这主持人 他他讲话 也不是说特别客气 这主持人呢 就问纽森说 你会不会竞选总统吧 纽森的回答是这样 你会竞选总统吧 但是你是否有关政策的政策? 你如何有关政策的问题? 是一个政策的政策? 这是不正合理的问题 是不正对的政策。 而政策的就是理解的党体肯定。 于你可能会在法治区里面。 但就是整一下街道的街道的街道 加拿tó可能能发展了一个金并哲? 我还没有 пред课所说,在这个市面上的这一条街道。 你会在那里的标渴求? 家族的高森细地, 我认为适合控制住了位于街道的街道的东西。 I think that's table stakes. I think that's just the found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anyone that gets into my position. That's the day job. That's not about some grand ambition. Absolutely not. Is that a guess or not? That was a never-ending response to your question. 你说他说了个啥呀? 他说我从来到来看不懂 英文看不懂 英文中文也看不懂 就是 对 就是他到底说了啥 你知道下面刘文区 有个人说 这要政治人物说实话呀 比拔牙还难 我要说 真的是 下面的人大家没听懂 就是纽森到底在这说啥呢 人家问他这个 他说那个 不知道说一堆 好像很浪费时间 然后但是又啥也没说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 民主党对纽森这个提拔 以及他非常积极的 在全国范围内的宣传 我们就知道 哪怕他现在不承认 他也不说 但他的确就是在为了 总统选举出路了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看来呢 形势是非常非常严峻的 拜登上台这几年 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别的就不说了 他就这个犯罪率 对吧 这个暴力事件的发生 还有油价 油价大家都已经受不了 这心脏 天天上上下下的 每一次去加油 都发现有惊喜 这个惊喜来自于谁呢 就是来自于拜登啊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拜登这个精神状况 非常非常的差 站也站不住 然后也迷迷糊糊 其实他被人这样搞的也是很可怜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民主党里面有很多人 跃跃欲试 正在等着往后排呢 你共和党里面 你可能看不到有什么 就是我们大家都认可 就除了川普之外 我们大家都特别认可 就是说能结上闲的这样 年轻人 对吧 很少 Round Day三代算一个 那剩下还有吗 但是你看 民主党里面有多少人 AOC 年轻着呢 对吧 像他们那个小队里的四个人 其实对于民主党来讲 都是非常可以培养的 像这些很多很左的左派的州长 对不对 像Gavin Newsom 等等等等 其实他们这边的人有一大堆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也不是说说拜登下去了 我们就高兴 民主党那边有更多 比拜登更邪恶 而且是更坏的年轻人上来 甚至我看到有很多 评论里面讲什么 就是搞不清楚的年轻人 他们就说 干嘛现在总统搞一堆 这个老头子上来啊 我们想要年轻人 我们想要帅哥 革命 对所以你想想 之前加州州长 Recall Gavin Newsom的时候 就是让他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抱着的观点是什么 很多华人呢 大家说什么 说我还有纽森继续当州长 为什么 因为他长得太帅了 我跟你讲真的真的 这是真的理由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他们是说 纽森长得太帅了 他看一眼我这个心呢 就是小路撞撞了 我受不了了 长得跟刘德华似的 太帅了 对吧 所以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 一个想法的 所以你说 盖德纽森 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 当成美国的总统 你不能说完全这个是零的可能性啊 如果要是左派继续这样推 民主党就这样推 或者是拜登下去 拜登太老了 民主党会抛弃他 不会再继续要他 你不用想 拜登都可以当总统 为什么 纽森不可能当总统 纽森从哪个方面来讲都被强态度 拜登都可以当总统 欧巴马都可以当总统 这么烂的人 然后这么没有破例的 欧巴马当时那个形象很好的 对 Change Yes We Can 那个时候 对呀 形象很好的 反正就是 左派他们人投票 他们是不太在乎他的所有的政治 还有政策什么东西 全部是一个非常 superficial 然后很弱智的一个方式的去投票 所以说他当总统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然后他当左派的人选他 左派的人根本不看他任何的政绩 你看到三番四乱成这个样子 你看到打砸抢这个样子 我想或许这就是他的政绩 对 左派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创造了加州的革命 他创造了 I don't know 反正你们左派的人看到什么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看到了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他可能看到 比如说他对下一代执行的这些上面 他们觉得他有很大的成就 或者是让人去 就是给未来这种东西扑路 等等等等的 我觉得他们 左派会认为 有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而且是比较年轻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 你会看到就是不管左派推出任何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人 或者我们没说到的 都即将是巨大无益的灾难 所以不管左派这一次推出谁来 或者他们内部认定谁 都将是非常糟糕的灾难 而且会比拜登时期要更加更加的糟糕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祷告 很多人说 祷告啊 一直祷告啊 怎么没有用 怎么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们知道 祷告是给神 神不一定按照你要求的方式去做 但是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保护自己 我们也希望不要这么邪恶的人 去上台去当选 而且我们也的确相信 如果神出手的话 事情非常快就翻转 因为在真言里面讲到说 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笼沟的水随意流转 所以神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神 不要气馁 继续你的祷告 而且要更多更多的祷告 祷告其实是要你符合神的心意 就是你要在祷告的时候 你要问神说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干什么 然后你再去做 不是个 神不是一个什么神灯精灵 不是阿朗第一神灯那种什么 拿一个戒指摸一摸 突然实现一个愿望 不是这个样子的 神是你要知道他要干什么 你要背着你的十字架 跟他一起走 对 还有第二点非常重要 就是行动 我们要行动 我们现在看到事情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不管是说从联邦的角度来讲 或者是我们local地区的角度来讲 你都要行动 联邦的角度来讲 不管选举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选举的义工 你如果是有钱的老板 你可以去资助 符合圣经价值观的这样的候选人 你可以做很多的行动 那如果说在local的层面 对吧 你可以帮助这些local的候选人 或者是你可以去帮助校等会的竞选 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去做 你可以去做监票员 你可以去做Bella Harvesting 这些事情都是你可以做的 只要你有这样一个行动的心 我相信神会把你带到 你要做的事情上面 会给你心里放下一个非常重的负担 但是主要的就是说真的要出去来 真的不要停留在现在的阶段 或许你在行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累 或许你会碰到很多人你觉得没有办法沟通 或者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 但是不要气馁 用你的行动支撑 然后配合着你的祷告 然后你要行动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行动也不包括只是在政治层面的 然后讲讲什么政治活动 你平常你就要这个样子做 你平常你就要带着你的小孩读圣经 你平常你就要把这些正确的价值观 带给你的小孩 不是说等到选举的时候 然后你小孩说 我就支持Newson 然后你还这样子 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的 Newson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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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跟什么说 这样的时候他不会听 你平常的时候你就要带着你的小孩 去做父亲带着小孩做的事情 就是要建立稳固的家庭 就是要把正确的价值观 带给你的小孩 你要来翻转你的社会 你要来翻转你的教会 你要来翻转你的家庭 你平常都是要在做的 这不是你选举的时候 才在网路上跟别人吵架 这个样子是最没有用的 只会伤感情而已 你平常就要培养你的生活圈 还有你身边的人 不是说只有在选举的时候吵架 然后这个样子才是表示说 你有在做事情 这个是一个lifestyle Christianity is a lifestyle 我们在保守派是一个lifestyle 我们行动不是为了政治 我们行动是为了神的国 然后我们希望神的国度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对而且我们这样的行为 就是活出神的话语 活出神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给神最好的见证了 就是让人看到说 这个人身上不一样 他有耶稣是不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你到了大选季的时候 很多人会特别惊讶地发现 就说怎么在我们家孩子平时看起来好好的 这么懂事 这么听话的好孩子 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家里吵翻天了 为什么就是这孩子这个政治理念 跟家庭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 你的孩子到底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思考 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生活 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 很多家长非常紧张 在这个时候就说 我们家完全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紧张 大家就是好像选举的事情变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 就如果不讲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好 是吧 小孩也爸爸妈妈什么什么的 你只要一想这个事 孩子气到就摔个杯子 就出门了等等等等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长期忽略了 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要跟孩子做朋友 对吧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我小一点的时候 年长的人也经常说 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 可是这个真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怎么跟孩子做朋友 很多人说小孩要打游戏 我也要学着跟他们一起打游戏 然后我去了解他们 其实这种方式 我可以说来 基本是没有什么用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真的要给我们智慧 而且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家庭中间 我们就让神的话活在我们的家里面 你这样的话 孩子也是按照神情去生活的孩子 你到了选举的时候 你就不会发现说 你们家里的人思想有那么大的差别 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表面看起来好好的孩子 为什么你没触碰到他心里面的那个价值观那个东西 你只要一跟他交零就会发现 哎呀 这个孩子怎么变成了我不认识的孩子 为什么我们这一家生活的人 全都是从小去教会的人 为什么到现在变成这样 所以为了紧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真的要在生命里面活出来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 但是我们只要真的单纯的去相信神 而且单纯的把神的话活出来的话 没有问题 那还有第三点就是传播 传播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看到一个新闻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就什么呢 就是这个Gavin Newsom 他发现的儿子居然在看保守派的新闻 他们家老大 他这个大儿子 那当然了 这些人也不能说是多保守派 就是这些人里面多少是有一些 我觉得是右派思想 对右派思想了 当然也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基督徒等等 但是他看的这些新闻 是跟他爸在做的事情 还有脑子里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 那这个在彭博社采访他的时候呢 这个Gavin Newsom就说 哎呀说我真担心啊 我的孩子所处在的这种情况是微型邪教 他说跟他思想完全相反的 这些人是邪教了 他说这个 我说微型邪教是因为我不知道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描述他了 他说这个我儿子呢 就问我了 说问我关于谁的事呢 Andrew Tate 还有Jordan Peterson的事情 他可能就问了说 爸爸这些人说的东西对不对 对不对啊 说这些人都是谁谁谁 你认识他们吗 爸爸 而且他儿子还提到了Joe Rogan 所以呢 他是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可怕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邪教啊 这个邪教已经跑来开始洗脑我的儿子了 我的儿子怎么可以跟我的思想不一样 可以这么跟我做的事情 完全相反的价值观 他怎么可以听这些人的东西呢 所以你想 网络这个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经常说 说左派就是利用网络这个东西来攻击保守价值观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推出更多更好的产品 当我们的产品多的时候 选择范围广的时候 当我们的产品是在社会上面是有影响力的时候 这些人是会来听的 你说当Gavin Newsom的儿子去听的时候 他现在好像就十几岁十二三岁这样子 他他里面也可以分辨说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啊 他也会被这东西吸引呢 他慢慢发现他越来越长大看到他爸的心 他在看到这些人说他爸怎么怎么样 小孩心里都会明白了他都会去衡量这个东西了 所以他问他爸爸他就说哦这些人怎么怎么样 这是给Gavin Newsom敲起的一个警钟 还是觉得说这些人是邪教他在洗脑我的小孩 对我来讲我看到这个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里面除了Jordan Peterson以外 其他都不是所谓的右派 Andrew Tate 他会说的一些东西是对的 但是很多观念也是错的 卖女人啊各方面 然后Joe Logan也是个说真的 他算是一个中间偏左的 我说他们就算是比较传统自由派吧 里面除了Jordan Peterson以外 我想我想要讲的就是 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 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到很多福音的机构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讨好年轻人 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然后这样的年轻人才会看 我们要如何学习跟年轻人说话 我告诉各位 吸引我们的就是神的律法 吸引我们的就是神的话 让我们改变我们人生的就是神的话 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把圣经 还有神的话传给我们的孩子 传给我们身边的人 不是要办更好的特惠 更棒的特惠 然后有更新颖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要让他们看得懂圣经 那首先就是我们要先看得懂圣经 我们要先知道圣经里面在讲什么 我们要先有圣经的价值观才可以 有太多的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你叫他去传福音 他就说来教会来教会 对来讲来教会就是传福音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我们要做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要活得跟基督一样 这个样子才可以去改变其他的人 里面说的几个人 Andrew Tate,Joel Rogan,还有Joran Peterson Joran Peterson等于他才刚信族没多久而已 才好像几年吧 他还不错我觉得 因为他本身的保守派的思想就很稳固 然后他读了之后再读圣经 他就可以说OK 我有这样的思想 是因为圣经有这个样子的教导 他是这个样子去了解圣经的 我们不管是机构还有AI news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去讨好我们的观众 我们要把福音然后把圣经简化的 好像弱智都可以看得懂一样 其实不是的 我们就是要传达真正的圣经 100%的福音 真正圣经的价值观 给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的小孩 而不是传半吊子的福音 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样子的话他们听得懂 这样的话反而根本没有人听得懂 我遇到太多的基督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所以说传播还有传播什么东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有谈到这个Gavin Newsom 他跟他的一些这样的政策 还有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要往这样一个全美的一个舞台去发展 他未来的政治的这个生活 还有我们讲到一些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以及我们家庭里面的教育 那么你看完了这个节目之后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ason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